同学们 下面呢 我们再看看机器人如何在行的方面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那么介绍之前呢 我们可以想想咱们在行 咱们交通过程中有哪些问题呢 一个 现在车很多 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一发生交通事故我就堵车 尤其在北京这种地方 本来可能十分钟就过去了 也许可能堵就堵一两个小时 还不如你走着过去 那么第二个呢 你承受公共交通 很多时候呢 公共交通并没有到 所有的地方都到 你下了公共交通离你的所需要到的位置 可能还有一点距离 这个如果有时候你本身带了很多东西 或者怎么样 你也不会方便 要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那么还有呢 就是很多像老人呀 残疾人呀 生活不变的人呢 他们行动也需要我们去提高 那么我们从后往前逐步看一看 怎么用机器人技术来提高我们行的质量 首先从这个行动不变之人开始 那么显然 他们呢 这种老人 病人 或者残疾人呢 他需要一种 原来都是轮椅 比如别人推着他 或者自己 控制这个轮椅前进 那么进一步 我把自动驾驶这个技术放进去的话 就变成这个制动轮椅 这制动轮椅呢 我既可以 就像一个车似的 方便的控制在陆地上 平面上行走 同时呢 遇到这种台阶也好 或者斜坡也好 他还能上去 那这样的话 你这个 这个行动不变的人 他的行的质量就会达到大大的提高 我们看一看 这个 一个视频 这是国外的一款 智能轮椅 他可以解决 这个 这些残疾人 在这种 复杂的 这个 上楼梯 下楼梯的情况下 他的行走问题 我们下楼梯 下楼梯 下楼梯 我们下楼梯 下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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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楼梯 下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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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Zither Harp 那么进一步 我讲的第二个问题 关于这个最后一公里 有一些地方 你可能开车过不去 或者是距离又很近 不知道开车 这个怎么办呢 我们有这种代步机器人 现在这个代步机器人呢 最早的呢 它叫自平衡车 是零一年就有了 这是美国一个发明家 和团队联合开发的 这个名字叫Segway 因为它能够自动的保持平衡 你站在上面就可以前进 这个其实就可以算为 机器人这个种类 那么我看一看 它这个视频 那么可以看出这个Segway呢 还是很酷 很方便的 在一些短途的距离中呢 你用它来代替步行 会非常的方便 那么它的原理呢 实际上一种叫动态稳定 或者叫动态镇定的这么个概念 它呢 在这个车子上面呢 安装了一种传感器 叫陀螺仪 这个陀螺仪呢 能够感知人的重心的位置 那么你把重心靠前呢 它就会自动的让这个轮子加速 让你保持别前倾 那么你往后 重心往后仰呢 它就会减速 仍然让你这个重心保持在一定的合理的范围内 那么你就不会翻倒 那只是加上这么一点基础之后 再加上咱们简单的 这个就像汽车一样 你有电池让这个轮子转 好了 它就会形式起来了 那么转弯 也可以通过身体左右 或者是通过靶 你可以实验转弯 它呢 要比这个你学自行车 要简单很多 那么它的最大特点 就是能够实现自动平衡 那么由于这个东西非常方便 实际上 不止咱们现在所谓的个人 去用这个东西 实际上像这个警察执行公务 很多警察或者其他的一些公务 执行公务的地方呢 比如保安什么的 都在采用这种设备 它用起来非常方便 那么随着这个技术不断的进步 这个segway呢 也研发出了各种各样的 这个样式的版本 有更高的 有这种矮的 甚至可以带一个座的 都可以去做 那么最近一两年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版本呢 它也做了很大的改进 它变成了毒轮 以前这个segway呢 它是有两个轮子 你站在中间 站在上面 有个把 或者怎么样去行 那么这个呢 相关于说会大 那么 现在随着各方面技术进步 电池可以作小 能量密度可以提高 那么 我两个轮子 变成一个轮子 这样的话呢 体积大大缩小 我们看一个这样的视频 MING PAGE 那么这个是呢 美国的快递公司 他用这个独轮车 去实现这个快递运送 也非常的方便 那为什么现在这个独轮 现在要比这个两轮要火爆 或者什么呢 我们稍微给它进行个比较 那么首先呢 两轮一定它的体积 要比这个独轮要大不少 那么由于你这个两轮站的体积大 你的机动性站在这个物体的面积 你的拐弯的灵活性就要低一些 但是呢 独轮有它的不好的地方什么呢 相对而言 它学起来呢 要比两轮要难度大一些 因为毕竟一个轮站在地上实现平衡 需要你可能人要经过一定的时间训练 当然了 这个训练要比这个骑自行车还要简单很多 那么独轮由于它设备减少呢 它还可优势 它的价格会低一些 要比两轮 所以现在最近呢 可能偶尔你会看到大街上 有小伙儿站在一个轮子上到就走过去了 这个看上去非常有意思 那么呢 我们可以看一段视频 比较一下这个双轮和这个独轮 它在灵活性的呢 一个区别 上场的是两轮车 1.6米的距离 显然对两轮车也没有难度 小伙子熟练的操作 让两轮车轻松地穿梭在障碍物之间 很快便完成了一个来回 这个一来一回 咱们看一下时间是 二 十八秒 十八秒半 通过这个视频 我们可以看出 确实这个独轮 要比这个双轮要灵活很多 那么最后咱们再回答 这个一般的 咱们这个交通问题 怎么解决 我们当然将来希望这种场景 每天 我们往汽车上一坐 可能在汽车站 我们还在打盹 还在看报纸 或者看其他事情 我要告诉这个汽车 我现在上班去 或者我现在去接小孩去 哎 这个车就把你自动带到了 如果这样种方式 你会觉得 哎呀 这个交通实在太方便了 那这个呢 目前确实有很多人在做这个努力 其中代表性的 就是谷歌这个 这个无人驾驶汽车技术 他这个车现在呢 已经在美国的加州可以合法上路了 换句话说 他把这种原来的有人汽车 通过技术升级 改造成无人驾驶之后呢 就可以在路地上 可以在公路上跑 我们看一个这个视频 How are you? Doing just great Wits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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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些人有没有钱吗 我没钱 我没钱 你能买到你的外面和买一杯 我做得很好 我做得很好, how are you today? 我做得很好 这些是最好的駕駛駛我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95% of my vision is gone I'm well past living blind You lose your timing in life, everything takes you much longer There are some places that you cannot go There are some things that you really cannot do Where this would change my life is to give me the independence and the flexibility to go the places 通过这个视频我们可以看到 确实人不用控制方向盘 只要给他一个指令 这个车就可以走了 那么也可以自动的停泊 自动的靠边 在有信号中的情况下 他能够遵守这个交通规则 那么本纸上 他就是把这个有人汽车 加装各种各样的传感器 他能够监测这个 路地 这个交通的这个 标志线 监测这个信号中的变化 然后呢 侦测到哪块该改弯 然后呢 侦测到前方的车的距离去避让 然后呢 遇到人他还可以停下来 这些传感器的基础上 有很好的决策程序 去根据你一个消耗信息 实时的反应 我该怎么执行 什么样的操作 然后该刹车 该启动 该转弯怎么样 那个车自己就跑起来了 所以说呢 如果你这个交通情况非常复杂 像咱们中国 这个人车自行车混在一起的话 对这个无人驾驶技术来讲 是很难的一个事情 在美国呢 相当说容易一些 他们的车辆比较少 而且那个人车是分离的 那么最近呢 这个谷歌呢 进一步我要造自己的汽车了 他不是用原有的有人车 改造成无人车 而是说我就直接造一个自己的这个汽车 那这是他的一个概念车 那这种车呢 由于他本身就是无人的 不是从有人改进来的 所以他不必要设飞向盘 也没有所谓的油门刹车 那么一件节省了很多空间 我们看一看这样一个视频 我们开始建设我们的建设 建设我们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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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意思 要在一个自车辆车的车辆车 但在小的时间 我们工作上 我们有用功能 建设我们的建设 建设它是很高兴 它是很酷 它是很酷 它是很像一个 的一个世界上的感觉 好,好,好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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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坐, relax you don't need to do nothing it knows when it needs to stop it knows when it needs to go it knows when it needs to go it actually rides better than my own car yes what she really liked was that it slowed down before it went around a curve and then accelerated in the curve in the curve she's always trying to get me to do it that way that's the way I learned in high school drivers it so if I had a self driving car I could spend more time hanging out with my kids or helping people with their homework even just tending to them finding out how their day was and not having to wait till you get home and have dinner and all that so it'll be good human feeling of it is very well engineered 这个呢 就跟刚才我一开始说的 实现了这种 我把车上一坐 车就能够把我很方便快捷的 运到我想样的地方去 那显然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我们希望这个事情早上能够实现 我们希望这个事情早上能够实现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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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